好,大家好,歡迎回到新一集的攝影情報室 那今天呢,就有其中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攝影消息 就是,等了很久,騰龍終於公佈了 就會出第一款,即是原新的NICON Z-Mine的鏡頭 那這款,其實之前呢,就是Sony的738,A047 那規格上就沒什麼特別的 那也都,騰龍也都,暫時來說都比較保守一些 就沒說到有關,接下來之後那個MOMED是怎樣的 例如,包括現在現役有公佈了出的鏡頭 例如,最近的35.0,2875G2,還有這個20-40,還有新的50-400是會不會有Z-Mine的 那但是,就起碼一個好的跡象呢,就是其實呢,繼孤倫達之後 就正式來說,真的會完全正式拿到NICON的授權 而去推出一個自動對焦 而,在副廠來說呢,即是如果又有自動對焦分順 因為風雲達大部分是手動鏡嘛 那騰龍就應該是,即是這次是拿到頭籌了 那其實老實說,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玩開NICON Z-Mine的 或者傳統的NICON F-Mine的鏡頭的時候 其實你也知道,其實NICON和騰龍的關係都是幾千絲萬縷的 即是有很多,例如F年代的7300,大家都知道 其實有機會是,騰龍代工OEM會做 那也都有一些部分不同的鏡頭 即是以往在這裡,即大家都會覺得 咦,有一點點那個設計不是很像NICON的 那但是,即是,都是最終用了NICON的牌子去標籤 因為其實,騰龍本身那個生意呢 其實除了那個原廠,即是他們自己開發的不同的產品線之外呢 那也都會有這個,即是OEM的部分的 那,OEM可能是NICON的設計,那騰龍維複製造 又或者是騰龍的設計,那就是賣了一個設計給NICON 那樣,即是,也都不奇怪,那Sony那邊也都有些這樣的情況 那,就,大家都知道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今次的看市呢,是代表了什麼呢 那,首先我可以預期呢,其實,今次我覺得騰龍是,以騰龍來說呢 那個公佈來講是比較緊迫少少的 就是,我就會想啦,之前剛剛公佈了這個548 那,預購啦,還有這個20-42.8,兩款不同的鏡頭 那我預計的反應都不錯 那,但是在不夠一個多星期之後呢,那又公佈了NICON的ZMAR 所以我預計其實,接下來之後呢,它的對手,例如是SIGMA 那,都應該會公佈NICON,才會推出NICON的ZMAR鏡頭的 那,所以就變了,在那個,整個NICON的生態圈裡面呢 在2024年,或者2023年呢,就是你會很明顯就是會多了很多不同的副廠鏡去選 那,但是就,是不是,就是又是一個問題啦 是不是現在,就是,現行兩家公司公佈的鏡頭是會,都會有ZMAR呢 還是,之後新研發的鏡頭才會有ZMAR呢 那,其實我覺得呢,就是NICON都不是流的 都要分配一下,就是那個關係是怎樣啦 那,還有真的完全,會不會影響到,就是,互相有競爭 其實,你觀乎Sony的例子呢 你很少在Sony上面的E-MAR鏡頭呢,是騰龍有出 而Sony有出,是那個焦距去撞 那,Sony其實現在,大部分的鏡頭都是會走兩個方向啦 第一個方向呢,就是傳統的大三元啦 16-35,24-70,7-28,然後就28-6-8,這樣啦 那,就是用一個變焦巴圍了那個焦距的範圍 那,另一個方向呢,就是用這個ZMAR的系列 那,就從14mm開始,慢慢由擴展到20-24,然後一路伸展到13-5,這樣有定焦給你選 那,所以呢,基本上呢,你很少看到騰龍 是會有一段是Overlap的鏡頭去撞的 就是唯一,你看到的分別就是 就是Sony,我想到都相類似的,是有支7300啦 那,但是Sony那支都有防震的 那,騰龍那支沒有的 那,但是騰龍那支呢,就基本上是Sony一半的價錢 就是,專門是做入門市場 我可以說,騰龍的7300呢,現在賣了3千多元 那,那最近的題目可能因應回Nikon ZMAR這一支的公布呢 那,就令到那個建議零售價提高一點的 那,但是都是應該不會到4千元 那,如果以Sony E-MAR的鏡頭來講,其實算是很便宜的一個選擇 那,大家其實都需要,就是,其實都要看一下 就是照顧一下入門市場 我覺得其實Sony來講,暫時現在,就是 A7C我不知道當不當是入門機 有些人都不當它是入門機 就是,如果你說,看回Nikon來講,你有Z5啦 那,看回這個Canon來講,有RP啦 那,其實Sony不太有這類型的機器,或者這類型的市場 那,所以就,就是 這次而已,騰龍可能用一個入門鏡 就是,又是暫時來講 就是,Nikon那邊,Z1那邊是沒有的 7300呢,它先出著 那,可能之後呢,就是 你看,騰龍沒有很認真地公布 或者沒有很詳細地去公布有關 即是,現行,例如35-150那些 那些會不會有Z1呢 那,我就會覺得,就 可能有一個問題就是 即是,其實 兩家公司都要互相協調 那些Sony這樣的情況 即是, 例如,NikonZ1有一些部分招牌是沒有出的 那,騰龍它會出 或者,大家 即使是做這個,廣角變焦鏡 例如,是,Sony出了16-35-35-4 光圈P24那些 那,而騰龍就出20-40-2.8的 那,光圈大一些,但就沒有那麼長的 但是,也都走小的路線 那,所以就會這樣去 去,互相去攻擊那個市場 那,令到整個市場的份量更加大 那,現在,Nikon,就開始進入這個模式 那,至於很多朋友會問 嗯,富士是否都要做完呢 那,大家看到騰龍其實都有 即是,叫做 叫做,追到富士 那,即是,根據Sigma 那三支定焦鏡之後 騰龍都叫做Official 拿到富士的授權 而富士也都好像在今年年中開始授權 那,有18-300,有17-70 2.8的DX 那,但是富士那個世界 如果以捱糧的意見呢 就會覺得其實是APS-C的鏡頭來的 那,是比較 即是,講求那個設計 是比較 即是,需要一些心思的 其實是 那,也都比較難做些 那,也都比較難做些 就是富士,究竟你 是塔支什麼鏡頭去 是不是塔支富倫達最美呢 塔支富士原廠最美呢 還是,怎樣呢 那,那,騰龍就很明顯 就,就是 都是那個樣子 那,大家就覺得一般般 那,所以 在富士來說 也都實際好反映一件事 它的Market share不夠 是一個Nikon的Saman來的 其實Nikon的Saman去年 即是自從出了 Z7-2和Z9之後呢 是,然後ZF-C 是令到整個Saman那個 即是,基本上在日本 在東亞地區那個 市場自貿率的比例 是高了很多的 那,都是跟Number One的 Canon和Sony有些距離 那,但是起碼 就是,將垂死的Nikon 是救回 變回一個健康的Nikon 那,當今年 即,大家都看到了 即,大家都看到了 Nikon大陸那邊 那,就是一般的Pattice 即,等於以往是D850的 那,其實它不可能定位 不夠D6厲害的 或者D5厲害的 那,但是就是 最高resolution 即是,即是這部機器最powerful的 那,接下來 其實,在Z9下面 做到一部這樣的機器 去專門 供這個R6 甚至是R5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那,也都 符合上Sony的角色 很多時候 即Sony的影像部門 會將一些新的sensor 給Nikon試了 那,試完好好的之後呢 那,它自己才會走出來 去再用那顆sensor 那,其實 很多時候 合作關係就是這樣 那,那些Compensory MySensor 那,也都 就是,保持一個合作的關係 一個不同協調的關係 那,而我們今次看 騰龍也是這樣 所以,大家其實 可能未必要 會預期 即,現在騰龍 在E-mark上 比較火熱的鏡呢 可以很快地 這樣 真的會出 會有set-mark的版本 那,我想不會的 即,唯一 比較大可能的 可能是 接下來的 20-40 又或者是 35-150 那,這支我覺得有機會的 那,至於你說 有一些 例如 你見本身Nikon 都有28-75 那就不用說了 因為已經有一支 就是 貼正 貼正牌的 暗龍在那裡 那,我見網友很好笑 暗龍明龍 那,現在變成什麼龍 那,尼龍 那,即是 尼康的騰龍 那,怎樣都好 那,我覺得 都是一件好玩的東西來的 就是,你有騰龍 去加到 那,那變成 那,那發展呢 在2023年 相信會更加好 那,還有 即,業路選擇比較多 那,但是呢 那,我覺得 就 即,現在抱著的態度 就比較觀望些 先 例如 在成本控制是怎樣 在後疫情的年代 即,那個相機的發展 市場是怎樣 到 我想很多錯 他都 今次都不太清楚 即,你好像 你是玩Zman的 那,你 Z9的高峰之後 那,你出部什麼機呢 Z9 Mark II 那,走哪個方向呢 是不是走高像素 或者走快 其實這部機已經很快了 那,在ZR&D各方面 去追不追到呢 即,或者是會不會有 更加大的突破位呢 其實你見Nicor呢 即,以往在旗艦機 可能有一代是特別 標青 即是D3 適合很多人用 那,D4又 so far又好 好像都是疏疏疏疏 那,然後D5又好一點 那 即,很多東西就是 會需要時間 去慢慢去磨鍊出來 那,而今次普遍來說 你看到整支Z738 就 不是很特別啦 那,一個很標準的設計 那,而那個NTF 都是比較入門一些的 那,雖然都不是很差 那,但是相對來講 以今時今的騰龍 開發鏡頭的標準來講 就是相對 都是稍稍稍順適一些的 那,但是就 那,你見過 後面 趕口感到不錯 那,也都 令到 即,真的完全 是 是,大家 有一支 手都不怕意外的 即,真的可以 AF的副廠鏡 去用 那,大家可以預期 它這次其實 RX-D的摩打 那,不會很快的 那,也都沒有防震的 那,但是就 那,如果這支鏡 配上真是 入門機 可能Z30 Z5 那,那就可能 真是給它一個 挺 抵用的選擇 那,也都 騰龍本身 做 開那個保養期 都會給你講長 那,也都比較安心一些 那,展望來著 那,其實我就會想 那,其實可能很多公司 都需要一些觀察 即,就算 Nikon 這次真是放開授權 給騰龍買 之後的Sigma 他都會想一下 會不會對於 他那個鏡頭 那個利潤 是分薄了的 那,其實可能 來人一年,我想 不會很爆發式的 去增長 即,跟Sony E-Mine 那邊很不同 Sony E-Mine 那邊就是 其實他們兩邊 協調了 即,你有的焦距 我就不出 我有的焦距 你又不出 那,你見 就算Sigma來講 他都會出一些 細枝些 但是光圈又細些 那,其實 某程度上 又跟Sony那些 42.5啊 那些又很接近的 那,但是 即 協調得好沒有 就是成為了 就是找不找到錢的 其中一個藝術 我覺得就 那,整體上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 Nicor Sinkmine的用家 你會有哪一款 騰龍的鏡頭 即,有些人就會說 會不會 傳統的 即 105 2.8微距 又或者是50的 2.5微距 那,這些是 即,騰龍有新的專利設計 那,會不會 都在Sinkmine那裡 會見到呢 那,其實騰龍的微距 都很厲害的 以往 那,又或者是150 6.8 那,現在 在Nicor的市場上 它,雖然 標榜 Romax上面有支 2.8、6.8 但是,還未見到的 那,有支 2.8、4.8 又太大支了 那,是不是應該都在這個位 塞回騰龍下去呢 那,可能都有機會的 那,其他的部分 就大三元 那兩家公司 一向都有 那,2875 甚至變了 變成暗龍 那,所以又 很難去說得很清楚 那,但我們會覺得 應該明年都不會說很快的 即,大家都需要去觀察 那,還有呢 那,也都 真的去一個協調的時間 令到兩邊出的東西 是不會互相影響到 那,至於我想Sigma 呢,就可能 真的會走回傳統路線了 即,在Nicor上面 會出那些 24,1.4 啊 21.4 那,就是 光澤數OK 但又不是很大特色的鏡頭 那,但這個就是Sigma的 特點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 留意 那,那 那,說多一點點 就是剛剛 看回 DP Preview 說有關 Canon 都正式會 向維卓發出警告 就是 所有在RFMAN的一個 AF的鏡頭 的產品 即維卓有出過的 85啊 其他新的 就是照片 那,還有 嗯 除了維卓之外 Sigma都有的 那,給Likon就是 不,不是給Likon 是給Canon 就叫它 就收工了 即是不可以再 出類似的 AFMAN的接話 那,那些網友 都很好笑 討論到維卓鏈 Update Firmware的支援頁 所有有關那些鏡頭的資料 全部沒了 那都 挺大的問題 那,你會看到 所以兩家公司經營理念很不同 Nikon呢 就慢慢寧願 開了個心扉 去找騰龍 可能接下來之後 Sigma 去試一試 那個反應 將那個 就是整個 Mind的生態圈更加大 而Canon就想自己做 那,所以你預計呢 在2023、2024年呢 有RFMAN的騰龍的機會呢 可能就會更加低了 那,但是 so far來講 2023年尾 開始有個正式 confirm消息 有騰龍的ZMAN 那,Nikon呢 的用家應該是 今晚可以睡得久了 哈哈 那,大家不知道怎麼看啊 那,大家都可以發表一下意見 那,我就覺得 都是一件好事了 好,那今集 好,那今集節目時間就是這樣了 下集再見,拜拜